这个女的告我性骚扰 他觉得说他看了这张图呢 他觉得他被性骚扰了 就是这张图 米开朗基罗大卫像全裸健美身材 但头部合成官长的脸 有人因此看了不舒服 到北市社会局控诉馆长性骚扰 这个是艺术 这个叫大卫像 这个是全世界放在那个 那个罗浮公园放在哪里的 公开展示的 然后这个批图也是粉丝批的 不是我批的 就算是被合成的 但官长转天发文 社会局发行要馆长在27号下午出席 性骚扰防治委员会 馆长派律师代表出面 乱诉乱告跟乱申诉 你分不清楚吗 你再来护航啊 所以我们的时间不是时间是不是 馆长碰碰北市府对申诉案件 没审核没有把关 但北市府说只是既定SOP 性骚扰防治法的相关规范里面 它是这个只要是性骚扰 有申诉的这样子相关案件 基本上这个受理器官 它其实是必须进行受理 提送到性骚扰委员会大会 那会有调查的专家学者 形成调查报告之后 跟大会做报告 那来去这个综合研判 它是否成立 馆长合成米克朗基罗 是否构成性骚扰 还未定案 500年前的雕塑品 因合成图像 让人有了不同观感 TVBS新闻 李国正 陈永文 台北报道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